教改它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他們在四年的大學中 因為志氣的不和 因為工作的需要 所以他們最後選擇休結和退協 他在四年當中 不但浪費了家長的金錢 也吸渡了他們寶貴的青春 更浪費了國家的資源 那我要說的是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是不是還要繼續走下去 教改它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好 老師不夠就開放私培 結果呢是老師的宿主崩潰 覺得大學大家要念大學就開放一堆大學 結果是 這個人才的結構整個被扭曲 他沒有去想到根本的問題 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所謂的壓力是 來自於就業市場的供需 你如果說要解決 升學的壓力 就是要解決人才的供需問題 我們這次新課要強調就是 降必修正選修 所以選修的來源其實有很多面向 選修它其實包含了所謂的 加成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或是多元選修 他能夠自己多一些時間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所以其實是變得更多人 那不要讓所有的孩子都在同一個課堂上 花了太多的時間 那其實我們就是基本絕力有保持住 那就讓孩子他將來可以適應發展 教改一直持續到現在 對你的生涯會不是有幫助嗎 其實我覺得一直有在變好 就是從最以前我媽 我聽我媽這樣講的那個 就是聯考那個年代 一直到現在我覺得一直有在往好的方向走 就是還要再加強 改不是重點 是要讓大家平均分配 就是減輕壓力才是重點 目前尤其是這一波課綱 它改革的方向 其實就是希望說 讓高中 讓中學的學生 他可以透過不同的課程 然後去找到自己的興趣 大家都會很關心說我大學要上哪來見 其實考照制度我覺得是最難改的 就是十二年國教的 我覺得課綱方面設定的在理想 但是如果考照沒有辦法達到一個 大家都滿意的結局的話 那我怎麼改是沒有用